台南安平的三家美食 來沾沾看它這個醬醋醬 老闆說這個是小卷必沾 很好吃耶 它那個紅豆是伯娘自己做的 是不是好吃 不知道我超好吃的沒有在演 這個雪奇兵夢迴古早 現在很少看到這種雪奇兵了 有些人直接就給過 哈囉我是Vivi 大家好久不見 今天不免食了 也是要帶你們來吃美食 可是地點不在北部 我們現在人在保榮的故鄉台南 那個空氣中有甜味的地方 沒錯高鐵站就是甜味的感覺 那我們等一下要從高鐵站跑到安平 我超喜歡的地方 我每一年讓人記得會來安平一次 今年也沒來 今年還沒開始啦 那端午林假快要到了 如果你們端午林假 想要來高雄台南這邊走走的話呢 今天就跟我一起去潛吃台南安平的三家美食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走 我們第一家要先吃正餐 你們猜要吃什麼 來台南必吃的東西 花櫃 牛肉湯 不是 牛肉湯 不是 牛肉湯 你不要做什麼想 牛肉湯 不然你都想吃牛肉湯 答案是小卷米粉 台南的小卷米粉超有名的 而且我們今天剛好有台南人 台北人 高雄人 我們三個地區來看看 台南的這間小卷米粉到底厲不厲害 就是這家 生家小卷米粉 欸這家他平常其實很多人 只是我們剛剛進來 明明就客滿到外面 但是我們 塞太久 塞完大家都吃完了 來這邊就是一定要點他的小卷米粉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碗小卷湯 小卷看起來超新鮮的 然後這邊就是有很多米粉跟芹菜 湯的話顏色是比較淺那種 看起來是柴魚湯的感覺 那這邊是小卷湯的量 這個湯顏色就不一樣 對啊感覺好像小卷湯 顏色比較深 它是清甜的柴魚底 不會太重甜 裡面隱約吃得到那個 小卷在湯裡面煮的那個鮮味 是有吃進去的 米粉就是比較沒有什麼嚼勁 那種古早味的這種粗米粉 然後這個不是要米台湯嗎 沒有米台湯好像會再Q一點 這個是完全沒有Q度的 會被顧家人嗎 哈哈哈哈 對 小卷 很新鮮 很新鮮是吃到它還在油 就是差不多那樣 來蘸蘸看它這個薑醋醬 老闆說這個是小卷必沾 很好吃耶 它雖然甜甜的 然後薑味沒有很明顯 剛剛反映是不是超快的 這個 因為它的味道是 你一進去就會吃到那個味道 我看網友說要加加看胡椒到湯裡 但是它上面寫 胡椒很辣 所以我要小心 一點點就好 可以啦 滿香的 加加我覺得好像比較好喝 比較香 來 古早味紅茶奔發下去 好容易在等這一杯 保存超像 嗯 沒有很甜 大概微糖 剛剛老闆是不是有說它是加冰糖 對吧 那還滿健康的 下一間要去保榮推薦的一家蜜餞店 沒事喔 因為我們剛剛新鮮小卷迷程在那個 安平老街附近 然後我之前大學 然後就會有同學叫我回台南 一定要幫我買蜜餞 我也超愛吃蜜餞的 我現在很期待 其實安平老街這邊有很多蜜餞店 可是我自己比較常來買就是這一間 造星蜜餞 就是這家造星蜜餞 這家是我看Google評價 他們都說他們吃過很多間安平附近 但就這間最好吃 妳拿兩包要不要先放那裡來 沒錯 依據我的經驗一個男子跟我們不夠 喔 OK OK 然後它這裡有說它每一包超便宜的 都是50塊 然後它都是已經包好的 然後買10送1 我們絕對會買到10包 第一個推薦 超酷的 這邊有哈密瓜乾 這邊的種類真的超級多 只讓你想得到的水果 應該幾乎都有 對 我剛剛打給我媽說 媽妳要賣什麼蜜餞 它是什麼口味 我就呃都有 我之前吃過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奇異果乾 我媽剛剛有說到奇異果 那我拿兩包好了 它上面有用一個排行榜 第一名是化合硬子 第10名竟然是檸檬片 我超意外 我們這樣等一下會記得 誰是誰的吧 我會記得 誰都比想搶我了 我媽指定要的草莓乾 小姐有想要什麼的嗎 我已經拿好水蜜桃 她拿筆記出來要看名單 我要看一下 我要芒果 芭樂 橄欖水蜜桃 芭樂有濕芭樂 芭樂乾 跟紅芯芭樂 這選擇棍材症怎麼辦啊 它這邊至少還是有那個斷面度 我要柑橘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 它在弄什麼柑橘軟糖 你是說它要橄欖 可是有超多橄欖 橄欖要請老闆來裝 辣橄欖 這邊有這邊有 紅芬好方便喔 而且很衛生 就是不用像古早味那種 還要用抓的什麼的 紅年過節啊 我們早期的就看到這個紅色盒子 就很高興就是中禮來了 那這個盒子包裝 我們還會加上一張 看起來就更好看了 就直接這樣子 買完了 這間店根本就是蜜餞店的寶雅 我買超多 而且這一袋是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的 他們兩個人 人手一袋 我剛看到旁邊還有一間冰店 我現在想要去吃冰 我們走吧 出發 出發 雪碧檸檸檬雪奇冰 中的 耶來台南就是要吃這種古早味冰 這一杯是雪碧雪奇冰 它雪奇冰的口味好像是檸檬的 好爽喔 我覺得現在雖然下雨但還是悶悶的 喝這個很爽 不會很甜 有一點點清冰的那種感覺 第二杯是百香鍋雪奇冰 你們有看到這個百香鍋渣嗎 這個是板娘自己親手挖的 他們不是那種現成百香鍋 他說要攪拌 攪在下面那個 攪一下百香鍋 不會很酸 因為它百香鍋是有稀釋過的 然後你是吃到那果粒 重點有一個很讚的 沒有紙 這算是冰雪風嗎 不算 怎麼辦要怎麼接啊 你是沒吃過冰雪風 寶龍我真的很難耶 是漂浮可樂啦 啊對對對 這個冰雪風差那麼多我真的 好我們現在輪到寶龍 寶龍先吃好了 這真的是寶龍的 好多牛奶餅 他剛剛一直在加煉乳的時候 然後就說啊 好多好多 老闆說啊不會啦 還蠻甜度 哇很高欸 還好 好吃嗎 古早味 它那個紅豆是伴娘自己做的 啊 是不是好吃 不知道我超好吃的沒有在演 這個雪奇兵夢迴古早 現在很少看到這種雪奇兵了 那剛剛店家呢 有推薦給我們一個APP 就是想要去台南或者是高雄玩的話 你們可以下載這個 叫做YouCity 那這個APP 我們剛剛在第一間 孫家小卷米粉的時候 也有看到他門口的QR code是可以掃的 進來了他可以選角色耶 我要選女生 我要這個 恐龍裝的 什麼意思他是還可以捏臉嗎 好認真的APP 這個環節感覺可以創個一個小時 這是什麼這種女生 欸好可愛 他真的是3D的耶 有喔有喔 他跳轉的畫面很有科技感 一開始有一些教學 好像手遊喔 他做的好像什麼 RPG遊戲 對 有看到安平老街 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還有高雄雅灣市集 台南400展示館 還有安平古堡 不然我們去安平古堡看一下好了 我要去他的正成功像這裡 上去之後他上面就會loading 喔很酷耶 他裡面是用那種3D建模的感覺 好還原喔 這個正成功像 欸他這邊還有解釋正成功是誰 原來旁邊的人是正成功 還有瞭望台 去看一下 喔這裡好漂亮喔 欸真的很還原 他還有這個 還有那個砲台耶 超酷的 欸我們現在看到旁邊還有人耶 好可愛喔 他真的是可以線上創聯的 喔他竟然連百貨公司都有 我們進去這個南訪購物中心好了 欸欸 是寶容嗎 是寶容嗎 嘿嘿 你來偷偷跟我穿情侶裝 走啊 逛街囉 我來看一下這個 這是按摩椅嗎 買給我買給我 哈哈哈哈 他的球禮物 按一下這個了解更多 欸他要跳轉 他有串連線上購物 好酷 剛剛那個是美腿機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要來高雄或台南玩的話 都可以下來這個UO City 我覺得還蠻酷的 實際體驗到他的場景 而且還可以線上購物 回到車站了 果然台南真的是很好吃 又很好玩的地方 雖然今天下雨 但是我覺得走在路上 還是有那個很Chill 跟朋友玩得很開心的感覺 而且我們今天去了三家 訂人人都超好 超熱情的 一直被男不能招待 非常感動 那大家如果連假要去高雄或台南玩 要記得下載UO City的App 你除了可以身歷其境 提前場刊 它裡面還會不定時釋出一些 購物的優惠券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祝大家連假開心 期待下次見面 拜拜 欸我們兩個一起跳舞 我們一起跳舞 一二三 哎呦沒有同步啦 那是什麼舞啊 壓力壓力